欢迎收看财富与生活频道 我是李家湘 我是Sally 大家好 Sally我们好久没见了 跟观众朋友也很久没见了 很想念大家 所以趁着年底还没完 我们就特别想跟大家做一期的节目 讲一下大家非常关注的话题 对 没错 聊聊现在的财经话题 同时也跟大家一起来迎新送旧 当然现在最热门的话题 我也没想到我们之前在录节目的时候 有谈过 没想到现在大家去各大媒体 主流的或者是非主流媒体 大家谈的都是通货膨胀 Inflation 我觉得这个话题 大家应该都会生痛感受 对 肉痛 痛到股子里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 我是这个平常比较在买菜啊 这个买东西啊 尤其是买菜买了很多 然后我跟你讲 我今天到超级市场发现 奇怪 我没买什么东西 怎么搞的那个账单 好像比以前增加了很多 然后有一天一看了 我说有点买不下手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这种感觉真的是很切身的 你就觉得 这通货膨胀好像真的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对对对 比方说以前你50块钱 可能可以买个是四样东西 现在可能就剩12到12一行 我觉得12已经很不错了 我还是比较那种 没错没错 因为这个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11月份的数字 因为现在是12月 我们录影今天是12月 那这个11月份的这个统计数字是说美国的通货膨胀呢 创了39 40年以来的新高 高到多少呢 很恐怖 6.8% 可是这个6.8不是像你刚刚有讲的不是一个很单纯6.8一个概念 对不对 6.8本身这个概念其实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10年左右就会翻倍 他一直这样子往上 对对就简单一点吧 就是说现在一个橘子可能一块钱 嗯 10年之后就两块钱一个橘子 那等于是200%啊 何几是6.8 所以这一个因为这种负利是很可观的 所以这就说如果长期这么下去呢 真的对大家影响很大 而且其实这个6.8其实还是低估了 本来就是因为我就是要讲 其实这6.8其实是我们讲的 其实是账面数字 看起来是6.8 但是大家如果去你比较一下现在的物价跟过去 何止6.8 因为这个怎么样 等于说整个供应链 你从原材料对不对 到制造生产还要运输 然后还要这个经过大盘商经销商到retail 这一关一关的涨上来 其实真的是像有些东西 每关都出问题 没有错 对我跟你讲这个有些东西可以 我想那个涨幅可以到25% 30% 我自己买像买一些泡面什么 你就知道那个涨幅其实是非常高的 随便就涨到20% 30% 你知道以前可能4块9毛9一个东东 现在就六七块 哦真的 随便是这样 对吧 你算一算 其实是30%的涨幅 这个是我们自己买东西的这个经验 不过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我们刚讲这个都还是小case 美国有哪一些东西啊 涨幅是最高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的就是说这个燃油 就是汽油啦 汽油是涨的最高 加油的朋友 能源方面 对其实这个不只是加油 还有就是说你家里用这个烧的这个 电也涨到很多 然后还有你家如果是烧油取暖的话 对 那还好啦 就是这个最近这个拜登总统 还有释出一些战备的这个储油 储油 要不然会涨得更高 没有错 而且今年还好就是说今年美国东北区还算暖冬 我们到现在今天都还可以不用穿外套 所以不然的话这个大家的这个燃油 可是冬天才刚开始哦 是还有漫长的三四个月 对 所以这个对大家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油是拿用来哪里 用来开车的 那汽车的价格也是啊 去年我们还讲到二手车缺货 对 那整个汽车市场来说的汽车的价格上涨了百分之差不多 11点多左右 Exactly 没错 然后再来大家就喜欢吃什么这个麦当劳啊 汉堡王什么的素食啊 大家全家大小吃的素食 涨了也将近百分之八百分之七点九啊 所以如果你据说整体来看的话 这些都经常大用的啊 都超过6.8的呢 没错 就是可能一些大家不是经常用的 这个不要低就拉低的那个平均 对 那附带提一下就是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房价 每个都说这个美国的房价当然涨的不像话 那平均来说 因为这个有些地方涨的很高 有地方涨的没那么高 所以整个平均下来的话 美国整体房价涨的差不多3.8 3.8 看起来是挺低的 像我们住在大都会的人哈 就是纽约啊 或是在那个加州那个什么的 或是一些热门的城市 哪只 不只对 然后对 还有一些 等一下塞里会跟大家讲 有一些美国有一些你想都想不到城市 那个房屋涨幅其实是更大 对 不过就是说这个工资上涨的部分 好像没有太跟得上 所以你看一下那个CNBC的报道 所以说今年的工资上涨是4.3到4.8 最不上通涨 对对对 大家觉得银行已经很多了 结果还是不够 是 设安金准备退休的朋友 老人家好一点 可是也追不上只有5.9 没错 之前大家感觉还没到6.8 这个数字的时候 觉得5.9还OK 政府很照顾老人家 就发现哈根本就不够 现在还差了1%呢 对没错没错 所以说大家都是要这真的 垃圾裤要戴的那个日子要到来 对没错 对 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刚刚我们讲到啊 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当然就除了说对我们一般老百姓来讲 生活影响很大 其实对于美国的政治跟经济来说 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一个 就说这个根据民调 这个拜登总统啊 因为他这个 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 他的这个整体的支持率 已经下降了12% 经济方面 他支持率已经到37% 38% 对 更低 这个其实对一个第一年当总统人来说 其实是蛮低的 第二个 就是说这个我昨天有看到一报道 今天早上才看到 其实美国的这个民众 开始已经放慢这个消费脚步 因为大家觉得说 我实在有点买不起了 所以其实12月数字出来 那maybe还会OK 因为大家会圣诞节 心里会买东西 我想到明年可能这个影响就会很明显 对 没错 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联准会加息 这部分你来跟大家谈一谈 对 联准会加息呢 就是前两天嘛 是一个很大的新闻 也是影响股票很厉害的 这样就是说联准会呢 就是有两个 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购债啊 就是这国债 就放钱到市场的意思 就是地产的 这些贷款的债券 都这个速度是减低了双倍 本来应该这个整个的刺激方向 都要明年中 现在就是说可能第一季度 明年季度就要停止了 那另外一个呢 就对大家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的 就是加息 这个很影响很长 这个加息这个事情已经讲了很久了 一直以至于 就是说之前都是在讲 可能是年中 2002年年中之后的事情 对 那现在呢 基本上呢 这个调子一定了 估计可能是第一季度 就是3月左右可能就要开始了 对 而且明年呢 估计是三次的加息 对 那现在是全都是 就是说都是最低的 这差不多那个利息最低的时候 对吧 加了三次以后呢 就差不多加了一个一个百分点了 差不多 然后呢 2023年的时候又加三次 然后2024年大概两次 所以 那这样东加西加的话 等到就是说这个整个加息周期 几乎可能现在预计完结的时候呢 那就是他们预计就大概2.1%的利息 然后就是加到 加了2.1%应该这么讲 那现在差不多 我们看房贷利率 靠近是0嘛 那现在的房贷利率大概是3到4左右 那加了2就是变成5到6 就是5到6 那这个每个月交起来房贷不得了 差很远 所以这个对于大家在那个 如果是在想买房子啊 或是说自己有贷款 可是利率不固定的朋友 这个是大家都要很小心啊 要特别注意 没错 而且这个趋势变得很快 因为其实两三个月前了 其实就算是前两个月 他其实有一半的这个 这个什么 就是FED的这个官员 他们觉得还不到时间 是是是 那觉得通胀是暂时的 没错 结果前两天的话 他们就大概75%到80%说 我们大概这个趋势应该是 应该要 大家觉得现在是通胀 可能是一个比较长期的 所以才会有 年转会有这样的一些的举措 会出来 那就像Sally刚刚讲的 通货膨胀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那我们要怎么样抗涨呢 当然就是说 你不能说被动在等着加薪啊 对不对 因为加薪幅度也赶不上啊 或者是等涉案金调账 那也是赶不上 那有什么哪些 那最好就是投资 对不对 化被动为主动 哪些你觉得就是说 大家可以 考虑的一些投资的这个选项 可以让我们帮助我们抗涨 就是最近其实主流的那个 就是搞财经方面的一些的 那个朋友 也是有很多的这些讨论 就是说 其实在高通胀的时候呢 基本上可以归纳一下 大概可能有几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股票 就是证券方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多看一些 就是这些那个分红 多的这些的股票 就叫前期就是过去两年 大家可能看很多的高科技的那些 可是TAC的股票 很多时候呢是没有那个分红的 对吧 而且那个波动也蛮大的 所以呢 就是说那个在高通胀的时候呢 如果大家想要就是追的通胀 分红高的股票呢 是其中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些呢 可能是消费类的这些的公司 比方说是日用品的公司 对吧 他们呢就是这个刚才也讲到了 就是说他们 他们的那个价格 就是原 就是他的原材料的价格涨了 然后他可能在涨价的时候 他不只涨6.8 对更多 所以编程他的股票呢 可能是涨的会更多 是不会特别大影响 所以这一些呢也是就是一个抗通胀的一类的股票 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 那这是就是说证券方面 那另外呢就是说大宗的商品 那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是比较研究的比较多 那大宗商品包括啊 粮啊 油啊 电啊 肉啊 就是说这些都算是大宗产品 就是说如果大家对这个有研究的话呢 就是说也可以研究他们一些的期货的价格 就是合适进入 当然就是说价格到哪里 就哪个点进去也很重要 所以这个是要做作业的 多少有点投机的那种意味 这要做作业的 不过就是说这个通常大宗商品呢 因为他们都是就是说 你看都是就是说粮啊什么的 都是就是说最基本你要生产什么 或是人吃的 然后都是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所以当他高通胀的时候呢 这一些呢 他会反映到他之后的这个成品里面 所以他就说会跟着这个通胀有一个正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相对来他的获利也会提高了 是的 对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如果对大家对高大宗商品 其实没有特别多的研究说 哎呦我也想参与一下可以怎么样 那买油买什么他不能确定的话 是也可以研究一下这个 他们相对应的一些ETF OK 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第三种呢就是房产 那我们刚才讲一下就是说房产呢 其实在历史来讲 我们看曲线呢 他是跟着就是说如果是高通胀的时候 房产这价格也是会跟着他们这么去走的 所以呢 他有也有是一个正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持有房产呢也是一个抗胀的一种的方式 那中国人特别喜欢做这个 没错 可是呢也要提大家一点就是说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板块 这个房子的价格可能是要大家要小心的 因为其实过去两年呢有些板块了 有些城市呢是涨的非常非常多的 比方说那个像德州的 像阿拉斯啊 阿斯登啊 这些地方就是长得非常疯的 在西岸的那像凤凰城啊 这些 而且这些的那个板块 如果你看历史的那个价格呢 他的上下的浮动比较高一些 所以这些的话大家就要小心 就不要去追高 因为你可能追高以后可能就 是的 就是说虽然他是就是说整体来讲 就是跟通胀是就是说成正比 可是这些城市就不一定了 像描述说我们纽约可能就会好一点 因为历史上呢 就是说纽约的房价就不会说 这么上下不动那么多 然后他最低最差的时候 也就掉了20%左右 所以就说在一些比较平稳的板块去投资 大家就是说可能会比较安全一些 那地产方面当然也像你讲有基金了 对 对那地产呢就是说如果我又没那么多钱 买个房子的话呢 也可以参与一下那个REITS的那些 就是那些投资 因为他可能跟租金有关系 也是根据说租金也是跟那个通胀是成正的 所以一定会涨的嘛 对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项 对 那时候不过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 就提醒大家就不管做这个投资 不管是你买期货 基金或是股票 还是要做好研究 然后要请教你的这个理财专家 没错 毕竟里面也还是有很多选择也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考量 没有错 然后呢我们也不希望说大家就是说这个 当然中文我们中文长储蓄是美德 可是也不想把这个钱变成是一个死钱 我想我们只是在节目里讲说 你把钱放在那里啊 靠利息 那你绝对是赔 那个就是赔本的 那个话会比较惨动 如果比方说你现在你再放在银行 可能就百分之一的CD 那还是要存10年才有百分之一 对啊 然后可是你的通胀6.8 你想到10年后可能就变成百分之两百的通胀了 对 这个差别就是百分之五 对 不止 就是等于说你每年的贬值是百分之五 不止 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但我们最后还希望说大家呢 做好这个投资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说 一起啊 这个做好的 有好的获利能够抗涨 这是我们做这个今天这个节目 希望大家能带给大家的一些 是的 这个建议啊 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内容的话呢 欢迎为我们按赞订阅 分享 同时呢 今天是这个圣诞节新年快到了 我们也跟大家说一声这个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圣诞新年快乐 对 祝明年大家一切都好 对 我们希望明年会更好 好 非常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下次见 by bwd6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